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問說從A到B 我用一筆畫把它完成 那有幾種畫法 我們現在先考慮什麼樣的情況 先考慮這種情況 比較簡單的情況 從A到B 這有幾種情況 有三階層 為什麼 因為你進去的時候 有什麼 有1 2 3 三種路徑可以選擇 3 然後選擇一個路徑以後 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的話 因為你從這裡到這裡 要一筆畫完成 所以 比如說你選這一條過來的話 另外兩條的話你還要走 所以他要走回去 那走回去的話 剩下兩條 比如說你是這樣走過來 再來 再走回去 比如說你選擇 1 2 從兩條當中選擇一條 選擇這樣走回去 走回去 到了這裡以後 剩下一條 乘以1 過來 過來以後 那再過去 過去的話當然是只有一種 所以這個 這樣的話就有三階層的方法 三階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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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這種圖形 從這裡到這裡 這種圖形的方法 我們叫做A1 A1 好 那A1的話 當然就是等於那個三階層 好 現在的話 我們再給他加一層 加一層就是說 你在這裡的話 再畫個圓 那我們知道呢 你這樣進去 再出來的話 是這種方法 這個的話 你叫做A1 你從這裡進去 再出來的話 有A1總方法 我就剛剛討論的 好 那現在我從A到B 那這樣的話 總共有幾種方法 我這樣過來的話 分成兩類 第一類的話 是這樣過去的 過去到這裡 這個有多少呢 這個有這個 A1總方法 再乘以多少 過來以後 再回來的話 再過去 有二階種方法 這樣過來以後 兩種方法 選擇這個 或選擇這個 再過來的話 你選完以後 再回去 只有一種方法 乘以1 就是說 你選擇這個 你選擇這個路徑的話 然後再過來的話 有這麼多方法 或者是說 你選擇 往這邊走 你選擇往這邊走的話 往這邊或往這邊的話 它有兩種方法 過來以後 你有可能選擇這邊 一種方法 比如說這樣過來 選擇這邊一種方法 還好呢 再從這裡過去 有A1總方法 或者是說 你選擇這邊 選擇完以後 你再從這裡過來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也有A1總方法 過來以後的話 再回去 因為你 兩種其中選一種 比如說 你從這裡選這一種 再過去A1總 再過來的話 你只能選一種 乘以1 那這樣的話 把它加起來 這樣的話總共有多少呢 有1 2 3 這個的話 這個都是 A1乘以2乘以1 A1乘以2乘以1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有3乘以多少 有1 2 3 乘以2乘以1 再乘以A1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有3階乘以A1 這個點 這個點多少 這個當然就是3階乘的平方 那這個我叫A2 這叫A2 這叫A2 它有什麼呢 它有3階乘的平方 我再拿下 再來我再給它疊一層 這個我再給它疊一層 再給它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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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是A2 這樣進去再出來的話 這有兩層,這A2 那要一樣的討論 你進去的話有A2 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回來有2 乘以1 或者是你選擇這個 有2 乘 再選擇這個 A2 再乘以1 或者是說你A2 有2 乘以1 2 乘以1 再乘以A2 所以A2 等於多少 等於是3 乘以多少 2 乘以A2 所以這個怎麼知道 再乘以1 再乘以 就這種的 這一類 因為這三類事實上是一樣的 所以這三階層 乘以1 乘以1 A2 等於是 這是三階層平方 三階層的3次方 那這個可以叫做A3 所以這怎麼是A3 所以A3 等於我什麼呢 你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A3 等於有3階層的3次方 那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那個3 2的6 6的3次方 6的36 再乘以1 6 36 記3 216 所以216 總方法 意思類推啦 你再加一層的話 那就等於3階層的4次方 好意思類推 所以總共有216種方法 所以總共有216種方法 就好 好